给你装躺 好 太棒了 回头问问他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陈建你说 如果我们说平时大家只是看到他个图片的话 对这个坦克个儿头的大小没有概念的话 那么刚才多文老师那个站在那个坦克坐舱 炮塔的那个上部的话 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坦克有多大有多高 那么这么一个庞然大无钢铁的怪兽 在战场上如果带着巨大的轰鸣声 尤其是几十辆上百辆的坦克向前冲击的时候 他带来的战场震撼力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坦克的炮管 125毫米 我们看到了杜老师运动的一面 平时在演播室一直都是比较严肃 正经为座 对对对 点评这个国际大师 今天看到他这个比较运动的一面 对对对 你这几点走啊 他 我已经不走啊 他们是半还有十分钟 还有十分钟啊 十分钟我们拍点 十分钟我们拍一会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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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十分钟我们拍一会 有带子吧 有 随便吧 好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VT4 在弹馆里看是一个动静 在这看动静完全不一样 我的上方就是深管 这是全球火炮最粗的一个口径 125毫米 而且他把现在的炮弹 炮射导弹两种武器装备进行了集成 这门炮两个概念 第一叫远近一体 第二叫点变一体 他实现了对不同目标的进去打击 以前如果在不同的距离上 对目标进行攻击 恐怕只有两到三次机会 凭借八公里的远程导弹 他可以对目标形成多次攻击 先敌发现 先敌开火 先敌毁伤 三先 这款坦克全部占据 再向前看呢 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的铁盒子 这个铁盒子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钢甲模块 而是主动装甲 在这个铁盒子里边装的是动感炸药 这个炸药的主要作用就是 如果有导弹 把它这个地方击中 它马上爆炸 它所产生的冲击波和气流 可以把弹丸 把进入射流向外偏 这样的弹丸和进入射流 无法对主光甲构成清澈 所以叫主动防护 这个能力一般坦克没有 所以这个坦克是一个 会通过爆炸的方式 阻断对方各种攻击的 一种基本的形态 我们再向后看 在炮塔 你看一般的炮塔 它是一个垂直的一个斜面 现在这个炮塔 它是一个棱形 在棱形的上下 都有螺双固定的爆炸反应装甲 它对整个坦克的防护 炮塔的防护 是全方位的防护 不是只防一个方向 所以如果有了这些主动装甲 对车体的正面 炮塔的正面 进行全程的防护 这样它的综合能力 就会达到一个史无前例的状态 所以内部有主动装甲 有复合装甲 它是多层防御 构成的一个金钟罩和铁布山 那么再向后看 有很多仪器 这些仪器可以提供车掌 炮掌所有的观瞄设施 你可以通过这些仪器 看到目标 锁定目标 瞄准目标 我们再向后看 这是裙板 这是坦克的裙板 这个裙板可以防止侧面的 比如说榴弹 甚至穿甲弹 对它进行了攻击 如果能够打到 但是它对炮弹 或者是火箭弹 有一定的干扰作用 所以它不能够把全部的能量打到主装甲上 这也提高了防护能力 我们再向后看 这是车体的尾部 你看 很庞大 而且还有各种装甲的防护 我们再向后看 你看看 这些发动机的排气孔 它采用的不是一个洞 是吧 它是一个隔山状 有一道一道的这些钢铁隔山 有什么用 防止穿甲弹破甲的攻击 很多坦克的主动防护系统 或者是薄弱的部位 那么都是由于存在着异兽攻击之窗 所以它很容易遭到对方的暗算 你像美国的M1AE 包括其他坦克的伊拉克 之所以被打掉 是由于它没有这种防护功能 所以有了这个防护的隔山 可以对各种轻型武器 甚至是其他的装备的攻击 进行高效的防护 这一点应该是成倍了 提高了坦克的防护能力 如果有了这些隔山 有了这些外面那些机中罩 和铁布山 原来薄弱的部位 现在变得非常坚固 我们再向上看 在炮塔的周边 有一些储物栏 可以把一些斜行的工具 甚至是其他的物品 在这一块摆化 非常人性化 另外在这个栏中间 还有这个发射器 它可以把烟布弹 打得很远的位置 对坦克的这个车体进行覆盖 那如果有需要 它还可以把现在的 杀伤榴弹和它混装 混装之后既有掩护作用 还有一些遮蔽作用 上面一看呢 就是显然是一个通用武器的架 这叫遥控武器弹 你看它做的非常刻画 也这个非常有气势 你可以选挂12.7毫米的机枪 7.62的机枪 356万发射器 总之你需要的武器装备 都可以通过这个万象挂架 来实现和车体的组合 关键是这个遥控武器站 它的射击人员 并不在车的外边 这个对于成员的安全性 有非常大的提高 它可以通过车内的 这些秘密的安装的一些设施 来看清车外 以前我们在静态展馆看到过 比如说它有周时的摄像机 这样360度无死角 因为在车体内 观察的视野有限 如果有摄像机的帮助 这双电眼会把周边 所有的情况全部展现给你 所以从内部操作遥控武器站 对于母飞加尘机攻击 已经成了这款坦克 最突出的特点 好 这个方位也可以看到 这个师傅我在 包头开坦克的时候 他是我的师傅 帮助我们进行了各种指导 下面我们就准备 欣赏这款坦克的英尊 炮塔开始转动 360度旋转功能 速度很快 如果能够在速度的过程中发现目标 就可以迅速激发 对目标进行攻击 这是个敬礼的姿势 你看 坦克敬礼的姿势很少见 通过炮款上下的旋转向各位表示敬意 也是向观众示意 对 好的 准备要下来了 准备 下坡更难 下坡它始终保持炮塔角度上扬 否则的话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 你看它在机动过程中进行炮塔的旋转 展现行进阶射击能力 它现在进入的道路应该是一片没有经过修整的道路 行驶依然平稳 你注意它的炮管是不动的 它已经进行了稳定性的准备 它通过一个坡道 由密度很大的水泥坎构成 但是它在通过的过程中 始终保持了炮管的稳定 这就是传说中的双稳 车体如何动 但是炮管总指向目标 这将不对目标的锁死能力 正在我们前方通过 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感受到 对我们内脏的振动 这是涉水 对 哎呀它一会儿要拉着我去涉水 我的衣服怎么办 是 它对于这个大坡度地形的冲击能力 以及快速的通过水坑的能力非常强 再次进入小坡度 你看它有履带离地的这个感觉 对对对对 坦克会飞 是 而且释放了烟雾 连续的小坡度 对 这种烟雾对于光学制导的 瞄准的各种武器以及观察者 都会形成障碍 这个能力很强 如果你想锁定它 你必须透过烟雾 但是目前如果没有很好的光瞄器材 要只想通过肉眼锁定 通过炮掌的光学一切锁定 难度极高 是 再次通过我们的前方 哎呀我们感受到 整个展台在震动 对 这个声音太大了 哦 现在不站车通场 这个不站车显然机动能力 比这个坦克更加轻盈